插入欄的动作基本上就是把我们手动的方式 四个动作分别利用VBA的程式分别来完成 那当然这地方插入欄的话呢 第一个当然会用colors 物件 colors 物件里面哪一欄要插入 那你就是告诉他哪一欄 我低欄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我们的 比如说在这边加一个低欄加一个年 那insert之后的话分别再增加上面的栏位名称 然后把公式放到那个第二 然后向下填满的autofill到最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个礼拜的那个 程式的话基本上就这四行 ok 那底下当然呢一样的道理 如果想要增加什么 增加那个区的部分 一样可以什么 甚至你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年的程式复制 贴过来改就可以了 那主要改哪些地方 其实主要就是把那个哪一个 有没有 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那改的话呢 因为他第一个 他插入的栏在G栏 所以你跟他这个G栏改一下 那栏位名称呢改成区 然后公式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区2里面的公式复制贴过来 然后向下追踪的话呢 一样把D改成G 就ok了 所以第一栏第二栏 第三顾名是H栏 那一样嘛 把这个地方呢 一样把他这四行把它Ctrl-C 然后呢底下Ctrl-V 然后呢底下Ctrl-V 然后一样把他改一下啦 不过可能H栏会比较复杂一点 主要是他的那个什么呢 他的那个公式特别冗长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改他的栏的位置 然后呢再来改他的公式 还有他的那个名称 所以基本上就大概改这样啦 其他应该后面的不用改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改那个路接到 或者你可以拿这个把它Ctrl-C 然后直接再切到V 就Basic把它Ctrl-V贴过来 OK 好 然后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个这里 因为他的公式比较冗长 底下这个 那我不需要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刚刚的Auto fill里面 记得按取消 不过呢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把公式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那可能要注意一点 因为呢这个公式本身 它也会有这个双引号 那这个双引号的话呢将来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到那个Excel里面的话 Excel本身双引号是当成是文字的开始 跟文字结束符号 所以你公式里面这一个双引号 基本上会冲嘛 会跟那个双引号冲嘛 那怎么办呢 这有个规则啦 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放到双引号里面的话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记得把它改成两个双引号 用两个双引号来代表说 这个是将来输出的时候呢 文字里面呢 它会自动看到两个双引号 自动帮你再转成一个双引号输出 那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 这个双引号VBA里面用到了 用到你不能再重复用不到他搞不清楚 会发生错误 所以记得把 你可以复制之后 我的习惯是把它贴到那个记事本里面 贴上 然后利用记事本里面的kancull 好處全部取代 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貼上之後再改的話 很容易會漏掉 因為裡面雙引號數字小小的 假如你只要有 一個雙引號沒有改到的話 那你基本上 那一行程式就會一直 不斷出現紅色字 但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基本上 保證一定不會錯 因為我做了蠻 基本上蠻多次 基本上都沒有發生過任何的問題 而且反而更簡單 那再來的話你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公式雙引號裡面 那貼上之後呢 只要不要變成紅色的字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OK的 有沒有?那什麼時候會變 雙引號?就是 如果像這個啦 比如說你剛好漏掉這個好了 假設了應該要兩個 那你變成一個的話 它就會變紅色字了,為什麼? 它看不懂 因為如果一個的話 它會以為說 這個是前一個雙引號 的結尾 就是這個跟這個中間 是一個字串 然後面這個東西它就看不懂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兩個的話 它就知道 你開頭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兩個的話 它將來把它當成是 你公式的一部分 那將來輸出的話 就會自動幫你 再轉回去變成一個 OK 所以頭跟尾中間加 加完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 把它做一個結合 那也許這個是主程式 那這個是副程式 所以你可以用call的方式 你可以前面加一個call call什麼呢?call插入欄 或甚至 VPA的規則 你不加call也沒關係 不過剛剛我習慣上是加一個call 因為看起來會比較明顯一點 call這個副程式 它就會把資料下載完之後 再去插入三個欄位 並且自動向下填滿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結果 執行的時候我習慣 會在這邊加一個中斷點 為什麼?因為如果全部一跑太快了 我沒辦法看到細節 我沒辦法除錯 所以呢 也許在下載完之後 所以這個也許在這邊加一個 比如說加了之後呢 當然以後要拿掉的話 就是直接再點掉它 加一下 然後執行 你會發現執行它就會怎麼樣 執行應該優標放這邊 然後按執行 那它一執行呢 因為這邊有中斷點 所以它會跑到這邊停住了 除非你按F5 或者你在按這個 或者是你按 我喜歡按F8 F8就是執行 它這一行的指令 OK 所以你按一個F8 它執行 當你按F5 就全部執行 它又會執行到 下一個中斷點停下來 OK 然後呢 下載跟它講這個網址 然後refresh 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然後再到這邊 其實按F5好了 停在這裡 好 按F8 它就跳下來了 所以喔 它會先插入一個年 所以在D欄的地方 先插入一欄 然後放一個年 再放公式 再向下填滿 OK 它其實就跟我們平常做的動作蠻像的 OK 然後在G欄一樣 OK 插入一個欄 然後再區 再公式 再向下填滿 然後一樣的動作就是插入H欄 然後再入街道 再換公式 然後再向下填滿 不過會有另外衍生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加了這個之後 它的欄寬好像太寬了 它預設的插入欄 它會怎麼樣 它會跟前面這個欄寬 是有點像複製前一個欄寬 然後放到你底下了 所以你會發現G跟H也會模仿F欄的欄寬 F欄的欄寬太寬了 所以理論上 我一般習慣是希望 當然最後我們可能還會手動怎麼樣 把這個欄寬拉過來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要每次都手動調 那你倒不如你就把調整欄寬的這一件事情 直接就寫在程式裡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再加一個敘述 就是幫我把欄寬 G欄的欄寬 所以一般習慣是加在這個G的這個底下好了 你說H要不要加 其實如果H跟G欄一樣寬的話 那就不用加 為什麼 因為它會跟前一欄的寬度一樣 那至於要多寬呢 其實你們可以這樣來看 你把這個欄寬拉一下 那看到它這邊會有個數字 那大概我要10左右好了 10比較好記 OK 不過它很難拉到剛好10 那大概就這麼寬 10左右好了 那你要怎麼去敘述 把G欄拉到10的欄寬 那基本上你可以在這個底下 那一樣 Column 這個還蠻好記得 這一欄 欄寬的話呢 它固定一定是欄的寬度 欄的寬度的話呢 在這個VBA的屬性叫Column 其實蠻好記得 Column的寬度 寬度 寬度叫WITH WIDTH 其實好像前面有用過類似這個屬性的名稱 就是藍的寬度 那等於多少的話 你就等於10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再執行 我把程式拉回去好了 不過只執行這個 再把它拉到End Stop OK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執行這一行 然後 底下 那乾脆這樣好了 也許就是 這個把它先刪掉好了 因為讓它就是 好好看好了 OK 那假如說現在把它模擬 倒車回去 並且重新再插入一欄的話 看看有沒有效果發生 那主要就是加這一行 就是 欄寬的部分 Column Width 等於10 所以欄寬變動一下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 它欄寬就跟著改變了 那接下來的話 H 插入一欄 因為它會跟前面 所以 你會發現如果再插入一個 H欄的話 有沒有發現 插入這一欄 它欄寬跟這邊一樣寬 我們剛好 路接到好像差不多這樣寬吧 OK 路接到 然後它的 大概三個字應該夠了 頂多四個字 然後呢 向下填滿 好那這樣的話 就完成 我們把兩個動作 結合在一起 就是 爬蟲完之後呢 插入這個 三個 三個欄位 那當然最後呢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呢 再 插入一個按鈕好了 OK 那比如說這邊就是 住宅 切到下載 那把名稱覆次 然後呢 把按鈕上面的名稱改成 住宅切到下載 但是會有 所以如果假設了 我要讓它重新再抓資料的話 當你直接按它會 除了說下載資料 並且插入這三個欄位 可是喔 會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如果你現在按下去的話 它會發生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 這個中段點可以拿掉了 因為這不需要 它會先清掉 然後下載 下載完之後插入三欄 然後 但是呢 你這也是常常同學問的 按鈕呢 不見了 它應該是被擠到右 為什麼 因為你插入三個欄位 所以 基本上你只要插入欄位 它就會擠到這邊 那如果你再按 你把它按右鍵 然後你可以按右鍵再按左鍵 就可以移動它 你再把它拉回來 你如果再按一下的話 其實它一樣會發生剛剛同樣的問題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會被擠到右邊 主要原因應該是插入欄 因為插入三個欄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按鈕本身的預設 它會跟著儲存格去做移動 所以它會配合 如果你不希望配合的話 記得你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控制向格式 記得一定要摘要資訊 把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這個一定要做一個變更 因為如果你沒有變更的話 你只要按下去 它就會跑 所以永遠都好像感覺沒有固定的位置 那我把它改動之後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你按下按鈕之後 它會亂跑 但是因為我把它設定 按右鍵控制向格式 這個改成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那我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剛剛同樣的動作 只是改了它的設定之後 它就會乖乖固定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你以後 只要要抓資料 你就不用擔心說 每次都還要再重新再來過一次 因為它又跑位置 你要再把它拉回來 那當然這按鈕就不好用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固定之後 就蠻好的 那底下當然你們還可以再怎麼樣 再把那個 這個歷年切到 繪製出這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 也許看要把它串在一起 如果不想串在一起 你乾脆呢 就直接在這個底下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就出現它 按下它出現這個 也許可以把它分三個按鈕 甚至你想 老實我不要 我要一次全部把它串在一起的話 那沒關係 你也可以通通都放 那當然這個因為上個禮拜都有練習過 而且程式的部分 理論上雲端上應該也有 所以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樞紐表 這是樞紐分析表 然後樞紐圖 就是樞紐分析圖 那實際上這個程式怎麼來的 基本上都是透過錄製去期而產生的 可能你要注意一點就是 像樞紐分析表 因為它錄製可能會造成就是說 將來這個列 如果你錄製的話 你假設年拖拉 我們一般的做法是這樣 我們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值 可是它會值的前面這個會被蓋 因為它名稱一樣 所以你在錄製的時候建議是 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這樣子你就不太需要改動聚集 這個可能是一個細節 另外的話樞紐分析圖 也把它錄製 然後分別的話 一樣就是把程式 也許就加在這個底下 總共有三個圖 這個我想我就不演示了 因為這個前面都有做過 所以請各位 也許自己再把它亂亂看 因為這上面其實也有 這個上面其實沒有今天的這個 就是這個直條圖部分 所以你可以再自己把直條圖部分 試著做做看 OK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